升机缓缓降落 士兵全副武装准备进攻 船舱内的船员纷纷举手投降 这并非营救行动 而是一场又一场的截船事件 伊巴开战以来 由伊朗背后撑腰的 夜门寂静组织亲眼运动 接连攻击行进鸿海的商船 想借此逼迫乙军停止轰炸加萨 全球航运龙头马斯基旗下货轮 14号传出遭到飞弹袭击 尽管没有人员伤亡或损失 却让马斯基很势不爽 15号直接宣布 所有行进鸿海的运输作业 一律暂停直到另行通知 而德国货柜航运公司赫伯罗德 也在稍早宣布跟进停运行动 如今正值货船运输旺季 鸿海水域却水深火热 轮船想要抵达交货地点 势必得绕道而行 改为环绕非洲大陆通过 不仅让整体时间拉长 更推高运输费用 出口及国际贸易协会指出 目前全球贸易约12% 仰赖鸿海相连的苏伊士运河 无论船只延误或停航 都将影响供应链 造成巨大损失 静新闻王家正周秉杰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